主席還有各位大家早 我們請衛生署長 請楊署長 黃委員早 早 署長 剛才有委員在質詢就是說 如果總統要打這個疫苗 你會建議怎樣 你說你會建議打果光疫苗 我聽了捏一把 因為你這句話 是在國光的疫苗的人體實驗 才剛剛開始施打的時候 你做一個衛生署長 已經在幫他背書了 他實驗都還沒有過啊 你為什麼能夠建議說 我們總統打國光疫苗 萬一國光疫苗出來是無效的時候 或是對人的身體有害的時候 那你怎麼辦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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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簡單 不是前提的問題 如果這個疫苗沒有通過 怎麼可能呢 所以不是嘛 你今天不可以講這個話 因為你今天 很簡單 疫苗沒有通過審查 沒有通過一定程序 你今天說這個疫苗 不對 怎麼說 我們的廠這個 製程的GMP 一直到9月中 最近才通過 有沒有通過了 通過了沒有 通過了 最近才通過你們是駐廠 然後呢 你們用這樣的一個背書的方式 人家很難 你說你是裁判 齁 這個你是 這個裁判又監什麼 監球員耶 我跟委員報告 對吧 你不能這樣 你有處理的嫌疑 你的香港就是這樣 場是場 不是場是場嗎 你們GMP的 GMP是你們進場監督 是 你們一面監督的時候 一面一面 進來就在講說 國光這個疫苗可以打 這樣的東西 我覺得是不對的 你不能這樣說 我一定要講 那我再問你 我再問你 國光的人體試驗 是第幾期的人體試驗 你們通過了這個人體試驗 是第幾期的人體試驗 第四期耶 什麼叫第四期 你們通過的人體試驗 是第四期的人體試驗 第四期的人體試驗 意思是說 已經安全性沒有問題 有效性沒有問題 而是在做市場 上市後的市場的監測的一個實驗 你們為什麼會去通過 它是第四類的臨床試驗呢 為什麼會通過第四類的臨床試驗 這跟你今天講的心態都有關係 你的高見 都有這樣的關係 都有這樣的心態 你這個設定 我沒有設定什麼 我有意見 我這個 我先講 場是場 我們監督 它合不合格 人體試驗 這三個東西是完全分開獨立的 沒有錯 但是你的心態在這個地方 第二點 那你先問我 他沒有通過 我們怎麼會讓人家打呢 對不對 我是說他通過了 當然我希望總統打 如果總統要打的話 你今天在這裡就沒有立場講說 你建議他打國光疫苗 這就是你的心態嘛 因為從監場 你就是這個心態 國光會過 所以 我就 說是打這個國光疫苗 我們當然要 我再問你 好沒關係 你為什麼通過第四 為什麼臨床試驗是第四期的 那請我們邀政處長來說明 我們是一定的程序 沒有一定的程序 是圖立的程序 OK了解 那個 因為 在一般的 臨床試驗的 在一般化學藥品的一個規範 沒錯 第四期是在 所謂的 這上市之後的一個 沒有啦 所以你們為什麼是第四期呢 不過因為 這個安全性沒有確立 有效性沒有確立的時候 我們竟然他通過 他的人體試驗是 第四期是 上市後的臨床試驗 不是 這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不是一個概念嘛 還沒有通過 事實上他必須要 沒有啊所以你不能通過 它是第四期的嘛 你不能通過它是第四期的啊 好我這個問題我不想再問你們了 好 接下來我想要請問這個署長 今天 主席 我沒有請他再回答問題了 等一下 今天暫停要 署長 那個委員質詢 今天暫停 是 有關於這個慢性病儲簽的這個 儲方簽的這個事出 那麼醫院要收這個各種不同 明目的這個收費 我今天看到報紙 我們衛生署做的決策是什麼 請你再給我們大家講一次 好 這個啊 收這個掛費有好幾種情況 沒有啦 你不要跟他講這個 對不起 就是對此處方這個慢性病處方簽的病人 要去醫院拿藥 可不可以付掛號費 調劑會或者是行政處理費 這個啊 現在 在法令上 我沒有權利說它不能收 但是我覺得收這個掛號費啊 是不宜 不宜 所以你們現在是不處置 不處置是不是 我們會跟他們溝通 而且要把這個事情啊 列入醫院評鑑的項目 用這個因為 與法 我沒有辦法來限制它 但是我們可以用醫院評鑑 來要求它 我們的法 醫療法裡面 有一個這個 有一個法 就是說 違反醫療法第22條 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的這個標準 超額或善利 收費這個項目的收費 那我們的台北市 就是以台北市為例 醫療院所收費標準 有一定的表格 這個表格裡面 並沒有行政處理費這一項啦 我們的收費標準裡面 沒有行政處理費 所以呢 他已經犯了醫療法第22條 如果是以行政處理費來收的 已經是犯22條了 的這個規定 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健保局 給這個 要舉這個 這個 我們給這個 調劑 調劑費 而且呢 就是說如果你釋出處方箭的時候 還會再加點給他們 那這個時候 你還在用什麼 調劑費 或行政處理費 關號費 我比較難去 argue 但是 調劑費或行政處理費 是完全違法的東西 所以你可以處理啊 至少 好那我請問你 今天有兩個 至少有兩家醫院 是用這樣的明目在收費 請問你們要不要處罰 要 好 您 掛號費的事情 我不能處理 因為掛號費不在醫療費用裡面 處罰的現 那個 那個狀況 請你再給我們 好 給我們答覆 好 那個署長 你一上來的時候 就說要來賬健保費 賬健保費 其實健保的這個財務 這個 不安全 就是說不穩定 我們都了解 但是開源 截流 要開源 我們要截流 那這是社會的共識 就希望說你們能夠截流 但是這地方有一個 購病已久的藥價黑洞 這個藥價黑洞 這個藥價黑洞有兩個原因 一個就是說 我們健保給付的這個 給的錢 比外面在藥局買的貴嘛 付的多 所以呢 這個給付太多的這個問題 不合理的問題 第二個就是說 第二種就是 有藥價差的這個問題 就是說醫院 他拿這個 就給付跟藥廠之間的這個 藥價的這個 賺這個藥價差這個問題 所以呢 我們你們這個衛生署 歷年也一直在調這個 就是說 調查這個藥價 然後再查這個 這個 看有沒有不合理的 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麼我們做了好幾次 我們做了好幾次的 這個藥價調查 我給你們要一些資料 但是我只能夠要到93年 再來 再來後來的兩次的 這個藥價調查 我都調不到資料 但是從這個調不到資料 你們竟然跟我講說 你們還沒有分析完畢 那我要講的是說 還沒有分析完畢的時候 我們在95年96年 跟今年98年的 藥價差 到底是怎麼樣子 來定下來的 還沒有分析 你不曉得藥價差多少 你們不曉得 還在做分析 所以呢 已經已經在調藥價了 好我們就用三次的藥價的這個調查來看 藥價差的調查 竟然越來越嚴重 你越調整藥價的時候 醫院賺到的藥價差越多 第一次調查的藥價差是 醫院平均賺16.2% 第二次竟然升到17.2% 第三次的藥價調查竟然 對 竟然 醫院的這個 這個等於是 賺的藥價差是28% 所以呢 為什麼 為什麼這一次 過去你們在 在這個調降 調降這個藥價的時候 廠商 都 默默的接受 為什麼這一次 這個廠 這個西奧的這個廠商 都來找我 我問說為什麼你們來找我 他說衛生署說 是你立法委員要求要降藥價的 我跟你說 衛生署老師栽贓到我身上 已經不是第一次也不是第二次 但是呢 我很光榮 因為為人民的這個 錢包來把關 我很高興 但是呢 這裡面其實是大部分委員的共識 去年是林洪池委員 我記得是他提了這個主決議 我們大家都連署了 沒有錯 就要求今年的這個藥價 要來再調整 做調整嘛 是這樣子嘛 可是你們就把這個 大的功勞都對給我了 我也很高興 你們認為是栽贓 可是我認為這是功勞 所以我很高興來承擔 為什麼這次藥廠會哀哀叫的呢 因為他們你們調藥價差的結果呢 我們的這個藥價差的範圍 還是一直在擴大 看到你擴大 但是呢 我們的這個藥廠呢 承受了這個降價的成本 但是我們的意願還是肥貓一個嘛 我沒有解決藥價差的問題 每次降價沒有解決藥價差的問題 反而更嚴重 反而更嚴重 我希望你告訴我們這兩個數字是什麼 是不敢給我還是 好第一個 我們一定給你們 這個健保師 什麼時候才會給我 九十五年調的藥價 已經調整藥價 那藥價差的這個調查 竟然沒有資料耶 等一下這個這個數字 價錢應該馬上就可以講了 你們看一下馬上 他調查藥價以後呢 按照那個整個調查的狀況 一定會有統計數出來 應該都是統計數字 以至於他能夠去做這個 調價的調降才對 可是竟然是說沒有資料 我會覺得不可思議喔 那我要問你說這一次 第六次的調降 的捷餘款是多少 你們不敢對媒體發表 跟我們講說八十億 在監理會講說一百五十到兩百億 到底 到底 捷餘多少 那個是不是一百五十到兩百億 沒有啦 第一次開記者會 我會記得是 不知道不知道 四月幾月的時候 你們講 跟我們講是八十億啦 內部的資料八十億啦 但是監理會的時候是一百五十到兩百億 到底第六次要價 他調下來調了多少 報告員 以前的要價調查 您不要跟我講以前的 我問你是現在 您不要拖我的時間 好 現在的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馬上有一個正確的速度 只是光是新藥就藥的替代率 我們就很難算 所以我們可以給一個 概括的數字 應該是給概括 所有的要你做了一個 調價的這個調整 一定有一個評估的機制 你跟我講 你不知道評估是什麼 然後就說 這些錢要再回饋到藥界去 要回饋多少錢 你們也不知道 然後就是畫一個空餅給人民 給這個藥商是這樣子嗎 那我要再講的 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要調這個健保的保費 我們說健保保費 為什麼會有問題 因為我們藥價佔的健保的總額 佔了太多了 大概四分之一 那我要知道的是說 你們每一次調降的時候 我們的總額 這個藥價的總額 有沒有往下跑啊 這個藥價佔的總額 有沒有往下跑 你很清楚 好 這個降下來的部分 通通在擴大 這個新的藥 還有不給付的 像說 OK好 你說擴大新的藥 好 那你們這次用在什麼地方 你跟我講 這次你們 這個整個機制 因為藥商反彈 本來這個要拿回來 這個錢拿回來以後 是放到總額裡面 大家一起來評分 結果呢 你們因為藥商哀哀叫 所以你們就把這個錢 整個又丟回給藥商 這個跟過去什麼 這個軍工家 要這個 要繳稅啊都一樣 繳的稅 這個 他們不繳稅 現在繳稅了 這個稅呢 還是回饋在他們身上 全民沒有享受到啊 你們把這個藥價最後 結育下來的錢 又還給藥商 而且不是用在新藥上面啊 是 像這個癌症的標靶藥 跟那個B肝跟C肝 這個標靶藥本來就有用了 你們是把它從二線 推到一線而已嘛 然後我覺得你們更可笑的事情 是 我們問你們 在監禮會裡面的時候說 你們這結育款到底要怎麼使用啊 你們監禮會的報告是說 因為媒體報導 第二 民眾打電話到健保局抱怨 所以決定要放寬癌症用藥 跟降血脂的給付範圍 這個是我們給付的 決策的一個機制耶 我今天很可惜喔 沒有時間再繼續 詢問你們 到底我們給藥的 這個審查的標準 那個過程是怎樣 但是你們在監禮會講的這些話 讓我們全國的人民 都非常的失望 你們並不是經過一個精確的評估 而是 媒體報導 民眾打電話到健保局來埋怨 那個也後來也是 聽過委員會來同意的 今天這個藥價差的東西 如果沒有給我們一個 還有整個神藥 怎麼給付的這個機制 沒有給我們一個好的回答的時候呢 我們絕對會反對 調整 健保費 謝謝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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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